我相信說他應當是經過所謂精算 而絕對不是一個貿然之舉的 是 當然劉曉珀事情可能是精算 可是接下來我們要討論這個事情 是湖北省死守事的 所謂的有七萬個人走上街頭 跟武警公安在街頭正式的衝突 甚至這些民眾拿著路邊的石塊 這樣一直丟一直丟 居然就把武警打得落荒而逃 到底為什麼是因為中國的武警 現在居然有一個新的工作 叫做搶屍 把這些可能是意外死亡 或者是牽涉到官商勾結 甚至很可能造成人民去顛覆到 整個政府的這些事件 通通都把屍體搶過來 免得東窗事發 到底為什麼會這樣休息一下 我們好好再來討論 剛滿18歲的雲科大 為什麼擁有一棟41年的三層樓 我覺得它算是一個在這邊的一個歷史建築吧 正在起步發展的雲科大 為什麼因為拆不拆樓引發渲染風波 我怕只想是覺得還算 今晚10點公視13頻道 我們的島將為你播出 比拆樓引發渲染風波 我要好休息 八點一沒有回家了 我在台灣也不能耳閥工作 拆台了以後 那台灣政府就不承認這個部隊 我們到這邊來 他們說我們是明天人 那到底是哪一個 我不知道 你祖國是住大陸還是住台灣 甚至有些祖國是什麼意思也不知道 歡迎回到有話好說 其實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中國真的是很不安寧 包括在湖北省十首市發生了一起 大家絕對想都想不到 居然有一個酒店的這一個廚師 他從三樓掉下來 然後酒店是認為說 他是自己跳樓自殺 墜樓身亡 可是有當地的人看到說 他的頭有所謂的被鐵釘釘到 然後七孔流血 還有疑似所謂的遭到虐待 活活被打死 之後再從三樓丟下來 事發之後 中國武警打算把這個屍體 趕快搶回去 趕快吃案 可是這一個廚師的爸爸 他抱著他的兒子 然後堅決說一定要驗屍 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 武警人越來越多 他爸爸索性抱著一桶瓦斯桶 說如果你敢來搶的話 那麼大家就同歸於盡 人越來越多 武警越來越多 圍觀的群眾也越來越多 一直到有七萬個群眾走上街頭 要保護這個屍體 可是也有三萬個武警走上街頭 想要把這一場群眾運動 用鎮壓的方式把它壓下來 最後當然這個屍體還是被搶走 而且還是被強行的火化 可是這一件事情 對中國的領導來說 是非常非常的震撼 我們來回顧一下 到底在湖北省石首市 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個月二十日 中國湖北省石首市永龍大酒店前 聚集了數萬名的群眾 因為三天前 有一名年輕的廚師 在酒店內離奇死亡 當地警方要用自殺結案 必要搶屍火化 但不被死者的父親接受 當地民眾也展開聲援 人潮越聚越多 湖北省政府打算動用武警 鎮報車驅離 但圍觀的群眾 僅次勁逼 武警只好向民眾心戰喊話 不過喊話顯然是沒有成功 手無寸鐵的民眾 持續把手拿盾牌的武警 逼得往後退 而武警推警中掉下來的頭盔 還被民眾拿來當武器 看到武警節節敗退 現場民眾也忍不住大聲歡呼 在中國 不止湖北失守的武警會搶屍 湖南 貴州 廣東 幾乎是各省市都曾經發生過 武警公安搶屍的案件 負責任務 他們有後台 受害者沒有後台 他們就把這個事情強制壓下去 負責執法的武警公安 不去逮捕兇手伸張正義 卻是幫忙加害者要搶走受害者的屍體 企圖掩蓋證據 人民為了保護自己 類似湖北失守的暴動 恐怕還會發生 不過我們真的本來以為說 在湖北搶屍 可能是單一的個案 可是我們查了一下資料 似乎包括武警跟公安在內 大家這個搶屍 真的是習以為常 不過我們再好好來看一下 到底湖北失守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在6月今年6月以前呢 很多湖北失守是的民眾 就質疑說當地有一間酒店 就是所謂的可以住啊 可以吃的這個地方呢 永隆酒店 有當地的高幹餐股在裡面 然後涉嫌在裡面販賣毒品 6月17號的時候 有一名廚師叫做圖遠高 他從三樓掉下去了 然後當然是死掉 酒店表示說 他是自己自殺跳樓 可是當地的人說 這個死者呢 蹊蹺流血 頭被鐵釘 釘了一個大孔 下體破碎 疑似遭到淋虐致死 然後死了之後 再從三樓丟下去 6月18號隔了一天呢 他爸爸要所謂的去護屍 可是也有武警要來搶屍 大家就僵置在那邊 他爸爸抱著瓦斯說 如果你敢來搶 大家就同歸於盡 然後民眾越來越多 想要來保護這個屍體 6月19號的時候呢 警察這個武警呢 多次搶屍 沒有搶成功 可是很多數千的民眾呢 用磚塊啤酒瓶 來阻止這個武警搶屍 規模衝突呢 是越來越大 然後剛剛我們看到畫面 看到可能有史以來 最經典的一個畫面 就是居然有民眾 拿著石塊 把震爆部隊 這個武警呢 其實已經有五成的 這個規模呢 通通都把他們擊潰 武警是落荒而逃 6月20號呢 超過7萬個民眾 上街頭抗議 然後這間酒店 也被縱火來燒毀了 6月21號的時候 石頭政府 調了大概是 150輛以上的運兵車 有3萬個武警 打算要強行鎮壓 當然搶屍是搶成功了 然後首度驗屍 群眾慢慢的散去 可是在酒店裡 居然發現了 三具無名屍 還有針頭 大家說 你看就證明了說 這間酒店 真的是在販毒啦 可是又有人講說 這無名屍 大概不能代表什麼意思 6月25號的時候 石頭政府認定說 這個廚師 真的是跳樓自殺的 這個不是說的 被凝虐致死的 而且屍體趕快 已經火化了 但是他爸爸 也還是沒有辦法接受 我請教一下林先生 你大概對這件事 也非常關心 到底這件事 所凸顯出來的問題 真的只是說 一個單一的個案 有一個廚師 被凝虐致死 然後當地民眾不滿 造成的一個所謂的 特殊的衝突 還是說這只是 所謂的星火燎原中間的 一個小小的重要火苗 這個事情其實 在中國相當普遍的 其實對這個事情發生以後 當然這個以前也發生過 當然有時候 並不是由武警出來強施的 但是就是說 政府其他部門就是 掩蓋這個案情的真相 因為很多事情 這種命案都是 官商勾結的一個結果 比如說去年6月28號 那個貴州王安縣 有一個女的中學生 說是在河裡自殺的 結果把他繞起來 也是說是厭世 說他自殺的 但其實是當時 他一個同學 也是個幹部子弟 懷疑他是搶奸的 但為了這個事情 就是那個幹部還就是說 他自殺的時候 我在旁邊做浮臥層 所以這個浮臥層 當然在網上就 浮臥層就是仰臥其中 對 就像他流行 浮地挺身 對 就是反正你要退什麼責任 我在做浮臥層 我什麼都不知道 然後最近也發展好多 其實在全國雲南 其他各個地方都發生一些 比如說有些人犯了一些事 被抓到看守所 我在公安局 結果就是莫名其妙地死掉了 我死掉了 當時就解釋說在躲貓貓 所以躲貓貓也會死掉 反正就是中國這種草賺人命 人命完全得不到保障 當局有錯誤的他就掩蓋 如果是後台有公安部門的 有武警的 他就通過武警來 把他這個搶屍首 為什麼搶屍首 搶屍首以後 他交給像這個屍首的 最後是叫那個 叫他們所謂權威的醫療部門 來驗屍 問題是這些驗屍的人 都政府指定的 所以當然了驗屍的結果 也是那個政府想要的結果 所以這個最後說他還是自殺 但是既然是自殺 後來政府又賠了8萬塊錢 給這個信徒的主持的父親 你既然是自殺 你為什麼政府要賠錢 沒錯 所以這些問題就是 他們心裡有鬼 什麼就是說這種是 這種黑目重重 因為在這個酒店 在幾年前也死過一個女孩子 結果這次有記者訪問他的父親 他的父親說 當時他也是起來抗議 但是結果受到各方面的壓力 特別是政府的壓力很大 然後結果就是用錢來 用錢來擺平 所以這一次這個事情 為什麼意向能夠幾萬人 聚聚起來 就是因為他有淺顆 如果沒有淺顆偶然的事件 也許民眾不會這樣聚聚 因為一番單就想這樣 就是 MARGO